哈喽大家好,我是老三 由于近段时间开春也比较忙 所以已经有很久没有更新视频了 今天又有一头母牛发情了 这只镜头前面的这一头土杀母牛 这头母牛生完牛 毒到今天已经是第52天了 是2月18号生的 到今天刚好是52天 今天这头母牛就又发情了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这头小公牛 已经对这头母牛下手了 本来是打算叫那个冷配的师傅过来 给他打管,用动心给他做冷配的 结果今天早上被这头小公牛邪熟先登了 昨天就已经发现这头母牛 有那个发情的生肖了 所以呢,昨天晚上我就把这头公牛 灌到里面去,把这头母牛隔离到这边来 没想到这头小公牛 昨天晚上还是爬跨那个护栏 跑过这边来,把这头母牛给配了 因为母牛被公牛爬跨过了 如果要那个动策的话也没有效果 所以呢,现在也没有叫那个冷配的师傅过来 要冷配 所以呢,现在只能让这头小公牛配了 但是呢,也不知道这头小公牛能不能配得上 因为这头小公牛现在年龄还太小了 现在呢,只能等到下个收集 看看这头母牛还反不反情 如果反情的话到时候再要冷配 如果不反情的话,就生肖已经配上了 就在配的这头小公牛呢 也是一头利木扇小公牛 这头小公牛呢,大概是在560斤左右 没想到这么小,它也会爬跨了 就是不知道它能不能配得上 能不能说送公 像这种母牛那个尾巴翘起来呢 就是圣明已经被那种公牛爬跨过了 已经给公牛配过了 所以呢,也没有必要叫冷配的师傅过来 打那个洞金了 被公牛配过,你再打洞金的话 也是白白打的 那头母牛呢,生的就是这头小牛 这头小牛呢,就是52天 现在那头母牛就发情了 母牛生完牛,都有50多天发情 都是属于正常的 好了,这次呢,只能够给那头小公牛配了 看看下个收集还发不发情 这期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与试试